政府上星期三开始规定公共交通工具上要强制戴口罩 到今个星期四将口罩令扩展至室内公共场所之后 自至今日凌晨 六个政府部门一共进行了近29,000次巡查 并没有定额罚款个案 但就发出了179次勸语和5组检控 全部检控都是由警方提出 另外涉及违反限罪令 就发出了1200宗定额罚款 跟2万次勸语 警方提出了15宗检控